这是记者利用特殊手段拍摄的东莞师祖女培训的部分过程 其中还包括舞蹈培训 职业道德培训的 比如不能索要小费 不能询问客户信息 不能拒绝客人要求和不能抢客人等 在视频曝光后 还有无数网友表示玩的真话 通过这些镜头 我们也可以看出 当初的东莞色情行业的竞争到底有多夸张 在暗访的过程中 为了避免露出马脚 记者也是故作劳练 说了一句有心或美 对方也是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拉着记者的胳膊就来到了后面 在招待人员的介绍中 她只需要洗完澡躺下等着 就会有人进来完整的管事服务 小姐进来后会给上一张卡片 上面有完整的服务内容和流程 客人可以根据流程来对小姐的服务进行对证 包括开头的舞蹈 中途的面目表情 如果不满意可以事后投诉 这就是所谓的管事服务特色之一 看着卡片上听着都奇怪的流程 记者也不免有些心神荡漾 事已至此 没有退路的记者也是无奈做出选择 牺牲小我 成就大我 也正是记者这无谓的付出 才让这段珍贵的视频素材得以保留 可以说 除了公安机关的扫黄打飞 这种敢于牺牲自我的记者也同样是幕后英雄 没有他们 或许我们到现在都很难看到这些画面 当时的广东遍地都是非法交易场所 除了这种可以选非的高端交易外 还有平民化的低端交易 甚至一些靠近工地的地方 还会推出消费就送盒饭套餐的服务 可谓是贴心至极 但是从这些我们也可以看出 当年东莞的色情行业竞争有多激烈 然而 临渊旅兵 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那就是管事一堂嘛 然后水船服务 船船服务就是两个小时 什么都有 因为你平台那里不动 什么服务都有 这只是管事服务培训的冰山一角 从这些曝光的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出 他们也想表现得很专业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央视记者的暗访镜头 一起走进当年的东莞的太子酒店 探索一下当年的东莞有多疯狂 为了不被人发现 记者在进去之前就将设备藏于领口 刚进大堂就被金币辉煌的景色给吸引了 还没等记者仔细打量 招待人员就上前进行引导 为了能有所收获 记者先是缴纳了七百块的洗浴费 虽然有些贵 但招待人员却神秘兮兮地说 绝对物有所值 先生您先洗个澡 马上就能体验到独特的管事服务了 为了避免对方起疑心 记者也是和其他客户一样 先是洗了洗澡 然后蒸了个桑拿 一套流程那是一个也没落下 然后穿上浴袍 就被新的接待人员带到了暗厅 穿过一段过道后 记者才算是来到了这里的核心区域 一个个身材高挑 穿着清凉的年轻姑娘排队进来 来 学长龙望 这边开始是400 这两个是500 想着先跳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 快过年了 女孩子没有那么多 玩是挺好玩的 很给力 在接待人员的介绍下 如果对这些姑娘不满意的话 还可以再换 面对这样的场面 光明磊落的记者 也是有些招架不住 只能随便选了一个 然后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影像 作为警方证据 但在事后人们才知道 这段视频只是管事服务 最常规的一种 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 太子酒店的其他玩法 常人根本听都没听说过 就比如一种叫做罗女选秀的 就是客人坐在沙发上 前面是一间特殊的玻璃房 玻璃房内有多名舞女 在尽情舞动身姿 除了一个号码牌之外 再无他物 如果看上哪个 只需要说出号码牌 就能获得独处空间 如果不满意的话 还可以继续更换 不管是身高体重 还是国内国外 又或者是年轻成熟 只有你敢想的 没有他们不敢满足的 总之只要男人能想得到的 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 为的就是让有实力来消费的玩家 体验一番古代帝王 都难以体会的感觉 在宾至如归 和帝王至尊的经营理念下 东莞太子酒店很快爆火 吸引了各个阶层的男性客户 但这样的行为 终究是违法的 这是清剿东莞太子酒店的真实录像 在经过记者的暗访之后 不管是天假镜拍 还是裸舞 选秀 或是其他玩法 都让人气愤不已 在掌握了完整线索后 警方直接出动了六千多名特警 对东莞的各大涉黄场所 包括太子酒店 进行了一次大突袭 短时间内就清扫了 东莞的整个违法交易市场 太子酒店的幕后老板太子辉 也是在这次扫黄行动中落网 说起这个太子辉 也算是东莞的一个传奇人物了 他的原名叫做梁耀辉 能做到太子酒店的幕后老板 他绝对是一个有头脑 有智商的高素质人才 在大学毕业后的梁耀辉 就不甘心按部就班的生活 而是凑了一些资金 开始在街头摆摊做生意 并且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但这样的赚钱速度 显然满足不了他 于是他就盯上了汽车零件走私生意 通过这样的灰色收入 他很快赚到了一大笔钱 趁着东莞改革开放的春风 刘耀辉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将自己所有的资金投入进去 建成了当时的东莞的第一家 高档酒店 太子酒店 为了能够快速赚钱 有过走私经验的他 直接将非法交易放到了重要地位 果然没过多久 太子辉的名号就打了出去 他的身价也是迎风暴涨 有了钱之后就开始洗白了 就算是太子辉也不例外 他拿着这些钱 直接跑到哈萨克斯坦 投资了石油生意 然后拿着石油赚来的钱 在国内做慈善 几番操作下来 他还连续五年 被评上了东莞十大慈善人物 然而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随着东莞扫黄行动的开始 以及太子酒店的丑闻曝光 梁耀辉的真实面目也被揭开 随着一排排师祖女 从太子酒店被拉走 他的名声也在不复往日 最后经过审判 梁耀辉被判处无期徒刑 回看下来 确实可惜可叹 以他的聪明才智和魄力 如果能本本分分做生意的话 说不定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但这个世界没有如果 曾经东莞太子辉的入狱 似乎也标志着 东莞的色情交易 从此成为了一段历史 各位觉得呢 最后还是想要提醒大家 拒绝黄赌毒从自身做起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如果各位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